还好意思说这些 你刚刚说我想几个事 我之前的时候 有一次我和朋友出去吃饭 行思过来一起叫他来玩一玩 我本来行思他能给我带一个 什么小蛋糕啊什么的 一起来庆祝一下 然后他什么都没带 我行思算了吧 我说那咱俩结束的时候 咱们俩结个账吧 因为之前的时候 我朋友请我们吃过饭 我行思这样的话 我们就算礼尚往来嘛 然后他可倒好 你自己说你咋做的吧 妙妙妙 都是你对你说的真妙 当时是这么情况 你说他们女生之间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怎么想到 她跟她闺蜜那点 鸡毛蒜皮那些小事呢 再说了 不是 这个还用告诉你吗 那怎么就不用告诉呢 你说我去了之后 你说我什么没带 但是我觉得我是什么都带了 我带了一身的惊吓呀 她让我买单 我一看那个账本 两千多 有这个必要吗 花这么多钱 再说了 两千多块钱 咱们两个情侣之间 我不至于说扣门到 咱们买一副逛街吃饭 我不给你钱 那是你的闺蜜 我给她们花钱干嘛呀 有什么问题 咱俩不能回家说吗 你就非要在那 你总是爱护这点面子 那面子不就是鞋垫子吗 不是 主持人 你帮我们评逼李太 这个李我就不平了吧 现在我有点站这儿 直出汗你知道吧 真的 主持人 我有一次我人生中 我第一次参加主持人大赛 在我大二的那一年 我就因为当天比较忙 我第二天有比赛了 我说提前你帮我做一下PPT 结果呢 那天她又去酒吧 然后在嘈杂的环境当中 帮我做了 糊弄了一下PPT 结果我用电脑打开的时候 图片图片啊 大小不移 视频又模糊又卡顿 我就对她说了一句 我说你看你这是怎么做的 她立马跟我急了 我帮你能用去用 不能拉倒 我帮你弄已经很不差啥了吧 那你拉我干什么呀 不是 人都说女人是闲内作 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 那你帮我做点事情 你既然帮了 你就帮到几 送佛送到西呀 那有啥问题 咱俩之间不能好好说吗 你就非得在那跟我喊 我刚开始跟你好好说 你是怎么对我的 再一个 到比赛开始的时候 我周围所有的选手 都能正常地播放图片和PPT 等到我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一块项目 结果呢 我本来能够拿到冠军的 最后拿了个亚军 这不都是伴你所赐吗 你确定你能拿冠军吗 我真的就插在PPT上了 原来你们的是个PPT大赛 因为我上台很激动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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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说吧 我就听听你们这些事 我也插不进去嘴 你看主持人 等我拿了亚军之后 按理说挺开心的事 他应该鼓励我对吧 他开始对我冷嘲热讽上了 说你看你拿了亚军了 你现在起飞了 高度不一样了 你不会抛弃我吧 不爱我了 他就说这种话 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拿到这些比赛之后呢 他就是整个人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是飘了 我就想的是打压一下他的气焰 就形成让他以后就低调一点 你还打压我 那你今年你考上研究生了对吧 那按理这么说来的话 我还之欺人之身 我应该打压你才对啊 那他是对我怎么对我说呢 他说 哎呀你看亲爱的 你说你这大学拿了这么多奖 有什么用呢 你最后当时电视台应聘 人家要求得是研究生以上学历 你看你这个能力再强 你早晚会卡在这个门槛上 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 那我当时根本就不是这么说的 我只是说建议你考研 我说什么别的嘲讽你的话了吗 你为什么总是拿这种 就是非常恶意的这种心 来揣测别人呢 那你可没少说了 毕业了哈 现在正在上大四 你是已经考上研了 还是保研啊 对 就是考上研了 这么厉害 挺好今天来干嘛 我现在感觉吧 他有的时候 就是对我还挺好的 就是他就是一阵一阵的 有的时候忙起来 就是他就是根本就是 从来不跟我说话什么的 我这一点我觉得很受不了 啊 不说话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 就是我白天真的很忙 我早上 不是你在忙什么呀 我就都没弄清楚 虽然说不是特别优秀 但是我是特别努力那种的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上早工 然后到了晚上六点半 才结束上课 而六点半之后呢 学校又会有很多活动 有时候还到外面去接一些 私活去主持活动 那我就很忙 那他非要在我主持着之余 本来有点闲暇的时候 他在让我给他打电话 发摸摸答案 晚上我要睡觉了 他还是打扰我不让我睡 让我跟他接视频电话 24小时的打 嫌烦呗 对呀 我好